竹子一旦抱团成事 只要不经受太多的天灾人祸 很容易成为竹海 可齐敦山这片不为人知的小竹林 千百年来始终涨势缓慢 哪怕一代代山君和土地小心呵护 始终无法迎来丰年景象 此时齐敦山年轻貌美的土地爷 将那根绿竹杖插入脚边的地面 蹲在那两颗被砍断的绿竹旁边 欲哭无泪悲戚颤声 没这么欺负人的 再大的客人那也是客人呢 哪有这么欺负人家主人家的 一刀破开阵法露出这方风水宝地 这跟你们登门做客 眼见主人家的小闺女 长得亭亭欲丽 容颜秀美 就剥去人家闺女的衣裳 有何两样 有何两样啊 由仙人抓取齐敦山土经 云根所生的黑蛇白蟒 盘踞在竹林外围 两双阴森眼眸之中 浮现出一些通人性的幸灾乐祸 一个嗓音在不远处响起 调侃道 那你家闺女也太多了点 以后嫁妆都得赔死你 年轻土地悚然起身 哪还有半点悲苦愤恨神色呀 跟那斗笠汉子作一赔罪 让大仙见笑了 小的呀 是在这一亩三分地儿 穷苦惯了的眼窝子前 比不得大仙游历天下 宝览山河 以大仙的眼力 一定看得出这片竹林 对小人而言 实在是压香底的可怜家的 所以哪怕只是少了两根青竹 仍是情难自尽呢 悲从中来 这想来也是人之常情 还望大仙恕罪 原谅小人的无心冒犯 去而复还的阿良 斜靠着一根翠绿修竹 抬头看了眼茂盛竹叶 他收回视线 这片竹子最早的那颗老祖宗 是不是那座竹海洞天 一车来的呀 然后被你做成了 这颗绿竹杖 因此啊 惹恼了某位仙人 一气之下摘掉了你原本身 为齐敦山土地的金身神位 年轻土地这次是 当真被震撼到了 脸上的谄媚讨好之意 不能反弹 悄悄地站直腰杆 堂堂正正地坐一行礼 齐敦山土地魏布 被前朝神水国末代皇帝 赤封为山神 负责齐敦山周围千里地界 后来改换王朝 大离宋氏崛起 吞并了神水国 在下因为某事惹恼了宋氏 开国皇帝 我从山神之位 被降阁贬为一山土地 辖境之地减少到三百余里 如今仍算是戴罪之身 他提了提手中 灵气盎然的绿色竹杖 苦笑一声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那桩风波之中 我被迫砍伐出自主海洞天的绿竹 做了这根山杖后 不曾想没过多久 又惹恼了种竹之人的仙家朋友 谈笑之间 就把我这位从土里来的小小土地 重新打回土里去 阿良邪靠绿竹 换了个自认为更潇洒的姿势 嘖嘖道 哼 听上去有点惨呢 年轻土地兴兴然 先不理会这位身世悲惨的土地爷 阿良转头望向竹林外边 视野当中 随他一起回来的陈平安 站在山坡上 蟒蛇石去的远远避开 尤其是那头心有余悸的白蟒 眼神极为警惕 阿良笑道 我这个朋友呢 要跟你们谈比买卖 你们自己商量价格 谈妥了以后 就是朋友 谈不妥 也没关系 买卖不成 人已在 说到这儿 阿良笑着扶住腰间的竹刀 阿良从两条庞然大物的身躯上 收回视线 他有些好奇 那两条畜生 终究不是真正的蛟龙之鼠 尤其是黑蛇 怎么就成就了墨蛟雏行 生出四只龙爪 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奇遇呀 自称魏波的年轻土地小心翼的回答 确实有奇遇无物 只是具体为何 小的并不清楚 只猜测 只猜测与那驴珠洞天有些关系 他们肯定是无意间吞食了什么古怪东西 而这种东西对蛇芒鲤鱼之流 肯定大有弊 齐敦山边境临近洪竹镇是水路接通三江汇流之地 其中有条大江叫冲潭江 如今有一条鲤鱼生出了两缕货真价实的金色龙须 让人艳羡不已 而这条秦里在百年之前曾经顺着河流西溅和山泉一路逆流而上 来到齐敦山我亲眼见过他 照理来说便是再给他四五百年光阴 也绝无可能生出如此品相惊人的龙须啊 阿良点了点头恍然道 这么说的话那我有点苗头了 年轻土地撇了眼斗笠汉子的妖刀试探性的问 大仙是如何晓得这根青竹杖的根脚啊 阿良脸色古怪打了个哈哈 我年轻的时候啊 游览过一趟竹海洞天 与那竹夫人有些许交情 交情不深啊 一般一般啊 听到竹夫人这个称呼 魏波露出满脸神网之色 须知这位夫人是竹海洞天的唯一一位山地神灵 极少露面 外界传言他体态修长游胜男子 柱子百家当中 小说家的祖师爷曾经立志要走遍四座天下 记录全天下的风土人情 其中专门就点名写到了这位竹夫人 说美滋容喜赤足 并发绝青 虽说同样是作为山神地灵这一脉的神奇 可魏波与之相比 无论身份还是修为相差太远 让魏波连自残行贿的心思都生不出来 内心深处唯有敬仰 竹夫人的诸多事迹颇有流传 以至于连东宝平州也不陌生 十大洞天之下 有三十六座小洞天 之前悬浮在大黎王朝上空的黎珠洞天 便是其中之一 千里山河的辽阔版图 却只是所有小洞天最小的一座 小洞天往往被炼骑士俗称为秘境 用以区分大洞天 秘境内往往灵气充沛 但是相比十大洞天 其辖境地境残缺不全 前身可能由旧纸废墟 或是龙宫古战场等地构成 来历博杂 甚至还有名为岛屿洞天的秘境 拥有许多历史上神秘消失的上古仙岛 竟是在一条远古巨兽 吞倒惊的腹内 而珠海洞天 在三十六小洞天当中名列前茅 盛产各种妙不可言的竹子 为历朝历代的仙家修士所器重 以此制成的种种法器 风靡天下 洞天之内 只存在一个地位超然的仙家势力 便是历史悠久的清神山 相传开山老祖 曾经向儒家那位至圣先师请教学问 便携带有一颗年幼的功德竹 作为赠礼 之后他在儒家圣地道德林 茁壮成长 反而是竹海洞天 日渐消亡 相传 此竹能够记载君子的功德过失 是市井俗语 功德部的来源之一 在阿良和年轻土地闲聊的时候 陈平安坐在一块山石上 手里拿着那半截柴刀 不远处是两颗惊悚恐怖的巨大头颅 对少年对视的头颅之后 蛇蟒身躯如两条山路弯曲的蔓延出去 最终消失在山野树林之中 时不时的传来树木被尾巴扫中 崩裂的声响 优优独播剧场上